Hello 大家,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DFS类型的题目 因为昨天已经讲过了一个括号的问题 那我索性把另外一道括号的问题也拿过来一起讲 然后这道题目是Likko的第22题 它叫Generate Parentheses,就是生成一个括号 那么它的难度是medium难度 相对于昨天的难度来说应该说是更轻松的一道题 然后在过去的半年内呢也是有蛮多公司都有考察过这道题的 然后它用到的整个解题的思路呢还是一个回溯的这个思路 DFS以及这个D规 好,具体看一下题目的意思吧 它说给DN个配对的括号 然后呢要写一个function使得它可以生成所有的这个combination 那么它说这combination是一个well formed的这个括号 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理解的左括号和右括号它的这个配对情况 必须是首先肯定是数量相等 而且它必须是左括号在左边右括号在右边一一对应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好,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道题 首先它说要生成所有combination of 括号就是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把所有可能的结果都需要返回 并且呢它是不能有重复的,对吧 那根据这个提议呢我们就是可以先画一个recursion的这么一个图来理解一下 然后我这边就是把l代表的就是这个左括号left 然后r呢就是右括号right 然后我这个数字就代表的是当前还剩余的括号的数量可以用 那么我这边举的例子呢是初始值它的左括号是两个 右括号也是两个,也就是说它这个n12 好,那首先在第一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先放一个左括号的 因为如果直接放一个右括号的话这道题肯定就不是一个well form的这个括号 所以先放左括号 那么放完左括号之后的第二层呢 我们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我在第二层的时候继续加一个左括号,也就是这样子 或者是第二层的时候我加一个右括号,也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加左括号的这种情况呢 我就会发现当前我已经用完了所有左括号的配额 那么右括号还剩下两个可以用 然后如果是加右括号呢,左右括号两边都还剩下一个配额 好,那我们先看左边的这种情况 那当前这个左括号已经没有配额 右括号有两个配额的情况下呢 我们不可能在下面它的下面一层再去加一个左括号 这样子就会使得左括号它的数量就变成复数了 然后是不符合这个题目的要求的 所以我们就不看这个节点往左的这一块subtree了 我们只往它的右边看 那么往右边看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往往里面加一个右括号 对吧 那加一个右括号之后呢 我们发现就左右括号啊 它的剩余数量 右括号只剩下一个了 那我们很显然只能再在它右边加一个右括号 这样子呢 就形成了其中的一种答案 就是左括号两个再加右括号两个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个节点 它的左指数也是同样出现了这个 如果再加一个左括号 它的这个配额就变成复数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保证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左右括号的配额都刚好用完 也就是说L等于02也等于0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条件放到最后的结果里去 好那我们看完左边之后再看右边的情况 那右边的情况呢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第一层是左括号 然后右边情况呢 我先加一个右括号进去 在左右括号都剩余一个的情况下 我们去到下一层 它照理说它的左边和右边都是可行的 因为两种括号都还可以往里加 那如果我加左括号的话 那右括号就剩下一个左括号就变成0 所以我只能再往它的右指数走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的一种结果 那这种结果呢 显然它左右括号都已经用完 并且它是符合well form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也加到最后的result里面去 那我们看右边吧 右边 那我刚刚加了左括号 这边我加一个右括号 这个时候左右括号呢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左括号还剩一个右括号已经没有了 那我照理说应该是我去发展它的左指数 也就是说我再加一个左括号进去 这样子呢就能使得它左右括号配额都变成0 但是我们发现没有 这边有一个问题 虽然它左右括号的配额都是0 但是它不是一个合法的这个括号的配对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它在这个左右括号都剩于1的情况下 它先加了一个右括号再加一个左括号 这样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保证的是什么呢 就有一个条件是我们需要满足 当这个左右括号都还可以加的时候啊 左括号它剩余的数量必须比右括号来的少 也就是说我当前 当前的左括号肯定要比右括号多 要不然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像这种情况的 这个不合法的这个括号的组成情况 好根据这个条件呢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代码去实现一下 首先还是有一个corner case要去做一个判断 那如果说n它本身就是小于等于0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些配对的情况 因为我们找到0个左右括号 那它直接就返回我们初始化的这个result就好 好那我就直接返回result 然后呢还是一样的要去扣这个hub function 最后是return 然后private这个function 我首先还是一样的 需要干什么呢 做一个低规的定义 然后我现在就直接把它的出口放在前面 把拆解放在后面 好那我们发现就是它这个左右括号 我们其实是分开去计算的 我们可以用两个variable去记录左右括号的情况 那这样子我们首先先传一个左右两个variable 然后这两个是代表当前剩余可以放到这个括号集里面的这个左右括号的个数 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出口 这出口就是左右括号都怎么样 都已经是零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出口 也就是说如果它是零 并且它也是零 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我们这边很显然需要一个stream 好然后呢再return 那我们注意到的两种情况就是 那如果说左括号还有剩余的话 我们就直接添左括号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就是我当前这个左指数的这个情况 我先添一个左括号 好那我们先把它写一下 如果左括号还有剩余 我们添一个左括号 那么就是添的时候注意我这边要把剩余的数量减一 然后右括号是不变的 然后当前这个string我加一个左括号 当然这边还要注意我们也要把这个result需要把它加进去 好那这个地方同样的加进去result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在右括号大于零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种非法的括号的集合呢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判断一下 左边左括号剩余的数量是不是要小于右括号 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右括号往里加 也就是说如果右括号大于零并且 左括号剩余的数量是小于右括号 我们可以加右括号 这个时候左括号数量不变右括号减一 然后这边是加一个右括号result照超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拆解的部分差不多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去把主函数补充一下 其实都是有N个括号需要加 然后我放一个空进去 然后result把它放进去 看一下 那如果是在这个二的两个括号的情况下呢 两对括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结果是ok的 然后提加一下 好这个题目呢就过了 但是呢这道题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基于之前几天这个做题的习惯 我在想我每次要把这个括号往这个当前string里面加 那我不是new了一个新的string吗 那这空间复杂度上不是会提高了吗 那我是不是 可以用一个stringbuilder去做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我们先把当前这个 步骤给打印出来 我用这个systemauditprint 我把这个string打印出来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路径 然后发现就是他这个路径是跟我这个图是吻合的 你看他先往左边走 然后再走去他 然后再走去他第3层的右边 然后取到的是什么 取到是符合条件的这个 就是他的第4行 然后呢他再往 然后backtracking 到这边 到第1层 然后再往他的右边走 然后呢他发现可以走到这条路去到第2个结果 所以这两个结果就是 最后的这个 我需要 放到result里面去的结果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是用这个stringbuilder的话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叫他傻逼吧好吧 然后我这边我就不放一个空 我放一个sb进去 然后这边做一个调整 因为他是stringbuilder 所以我需要做一个tostring的这每一个function 然后这边就不能用加列append 因为他这个函数是这样操作的 同样的这边我要append一下 好 然后呢这边要改一下他传进去的类型 是stringbuilder 这样子我们试试看打印出来是什么东西 好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他打印出来的结果呀 他第1行是没有问题的 第2行他也往他的左指数走了 然后走去他的右指数 然后拿到这个结果 到目前为止看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他的下一行是什么 他下一行又加了一个右火号 他回溯到上面第1层之后 他往下面走 我们这边其实刚刚是返回的这个结果 但是他是 在当前前面这个基础上 他又加了一个右括号 然后他再往左边走 再加一个左括号 再往右边走 加一个右括号 等于说他在回溯的过程中 他 他只是做了checking 他没有做back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StreamBuilder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这边 把他的当前的这个 StreamBuilder 最后加进去的这个括号要去delete 同样的 我们也要把 这边 做一个back 我们看一下 好 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再提交一下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StreamBuilder来实现 所以 这个StreamBuilder和Stream的情况 区别就是在于我StreamBuilder每次往里面append一个的时候 我始终是 在同一个StreamBuilder的技术上进行括号的添加 所以 你如果再往回走的话 你必须要把最后加进去的那个括号给删掉 才能保证他有一个backchecking的过程 而不是只是checkemailback 那如果是直接用Stream来做的话 因为Stream 他有一个immutable的这个特性 所以他 你每一次在往里添加括号的时候 他其实是生成了一个新的Stream 那等到你回去到上一层的时候 他其实回到也是上一层 生成的那个Stream 而不是你这一层生的视频再带回去 所以这就是StreamBuilder和Stream 之间的这个区别 也是 蛮重要的 就是需要理解的一个部分 好 那么今天这道题应该说是 不难理解的一道题 然后呢 这道题我在做的时候 也是看了另外一个 YouTube的视频 他叫 Michelle小梦想家 然后我也会把他的这个讲解的链接放到我的信息栏里面 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 好 那么今天先这样子 然后 我们明天再见吧 晚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